還記得哪些年我們一齊偷彩的日子嗎? 大家好,歡迎收看NIT,我是Anita 話說早前在Fresh看到有人提起開心農場 開心農場這遊戲曾經在Facebook上風魔一時 可惜到了2017年的時候宣告結束 之後我忽發其想 到底在AI這個年代 如果要重現開心農場這遊戲 到底需要多久呢? 由於一直以來我都是用Copilot或者類似的東西去寫曲 其實我是不知道如果將寫曲的責任交給LOM 效果會怎樣 既然做得實驗 我就一於試到底 一於挑戰一句曲都不寫 當我是一個完全不懂寫曲的人 去用LOM幫我寫遊戲出來 我本來是想用今期的熱話Deep Seek去做這個實驗 不過可惜在我試過幾天 Deep Seek問10次就會有9次出現Server Busy 而我又發現我未好好試過GPT的O3 Mini 所以我決定今次的實驗 就交給GPT的O3 Mini 結果 我用了一日多一點 就寫了一隻這樣的遊戲出來 這條影片 我會分享一下我做這遊戲的過程 當中在寫Prom的時候有什麼要注意 最後還會用Developer的角度 去看一下它的曲 到底寫成怎樣 還有如果這遊戲真的要開啟出外的話 我預測到會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 立即開始 首先 我們先選一個模特兒 O3 Mini 還有我想它會上網看Phaser的Dot 所以我會按著search 之後呢 因為我其實除了它可以偷朋友的菜之外 我已經忘記了這遊戲的細節了 所以我會叫它做一點點research 看看我這遊戲是怎樣的 看完呢 我自己就覺得 我想重現的feature會有 要種不同的菜 和可以偷朋友的菜 我想最少是這兩樣東西 是我想重現的 之後我就跟它說 我想寫一隻game 叫Crazy Farm 是Clone Happy Farm 叫它幫我list gameplay出來 先 它list出來的gameplay都很完善 甚至是有些我覺得不需要的東西 不過我就看一下你會給什麼code出來 由於我想方便最後的時候 看看它的code寫成怎樣 所以我想限制它用的language 我會選擇 Frontend Game Engine 我想用Phaser Backend 就用Note.js 和Mongoose 之後就叫它寫 Full Source Code 給我 另外我會叫它 列出所有需要的圖 連同Resolution 和Description 給我 方便我準備這些圖 首先呢 就跟它的Folder Structure Create 所有的file 之後再 Copy and Paste 所有的file 內容 放到一些file 至於那些圖 我會快手用Photopee 這樣弄完 我會覺得那些圖 不要那麼快弄 等最後撿好UI 不然會需要改來改去 我們就先幻想著畫面 我們看看第一個版本是怎樣的 它有個農田 有粒收割 有金幣的數量 我們試試玩一下 按這格 它會變成seed 然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但我們先按幾格 它過一會兒會變成crop 直觀就是按下去收割 但是沒有反應 所以它才會有收割的按鈕 OK 按完加了30個金幣 我猜就是 一棵菜有10個金幣 但它全部都沒有information 還有試試Refresh Refresh完會重設 在這個位置 我就覺得 需要加個lock in 我不是要做單機遊戲 另外 這隻遊戲的重點不是中菜 是偷菜 所以都叫它幫我加進去 然後它這樣又試試 結果是沒有分別的 它似乎誤會了我 我叫它在back end加authentication 我的確是沒有叫它改front end 好 你對 但第二個項目我叫它加multiplayer 我都沒有提過back end 你不加front end給我就是你不對 我唯有就是叫它幫我update front end的code 好 結果是黑畫面 但不要緊的 我們將看到的東西 告訴GPT 它就叫我開console lock 看看有沒有error 然後給了一些加了lock的code給我 那我就走來看看 看到它加的lock Copy回給它 它給了另一段lock in screen的code給我 replace它試試 ERROR就沒有了 但還是未fix到 我告訴它 再試 終於有了 試一下Log in Log in flow有點奇怪 不過不搞它了 我們先搞好遊戲畫面 遊戲畫面有東西看 不過變成了綠色格格 按下去又沒有反應 現在變成剛才這樣 繼續指示它去改變 之後是有筆的 按不到 我再告訴它 它又給了一段code給我 但它沒有說要paste去哪一行 只知道是create這個功能入面 那我就唯有自己找 這個位置如果是沒有coding底的人 我就不知道能不能跟 這次就成功了 可以看到的time bar 然後逐粒逐粒菜去收割 但是快田就太大了 出了畫面 然後我想加一些菜的種類 和一個選菜的按鈕 選菜的位置又遮蓋快田 那快田就改為10x5 之後選菜的5粒按鈕 我就打開overlay再選擇 那overlay我就想指明有個交叉鍵 是可以關掉的 還有那個time bar上面我想顯示數字 現在種菜就正常了 選菜 按的時候會按下面的快田 那個交叉也是會按下面的快田 告訴它 現在那個time bar就有數字了 但是選菜也是會按下面的快田 只是告訴它 那這次又是給了一段 不知道要放哪裏的曲給我 那我試一下找一下 還要是沒有分別的 這次就只按到快田 那些按鈕就按不到 這次就什麼都按不了 嗯 沒有分別 這次終於都對 試完multiplayer的flow 先 那我是不知道ID的 正常ID都是servergen出來的 那我只會知道自己的username而已 那我就叫它改用username來search 那首先告訴它 遊戲的部分OK了 之後就改用username不用userid 最後就是 現在的遊戲進度 是每次入遊戲都會重置的 我就想測試GameState 落database 為什麼死都要遮蓋畫面呢 為什麼不可以好好地排回按鈕 那這個username我就created了 但是還是出現friend not found 都是error 那我檢查db有farmdata的了 那refresh也是重置的 所以這裏都有些問題 這次就有很多曲都要update 但是 最後這兩段呢 我有點覺得 如果不懂曲定 未必可以做得到 如果你不懂曲定 你明明什麼叫 in your log in scene after log in success 然後就是這一段曲呢 我想你應該不會知道是這個位 然後下面這個 它又不是整段create去replace的 它要找回這個位置去replace 但我這次定的遊戲規則 是不寫曲 所以都 OK的 只要繼續 這次更buck的 又不見了一條timers 我說了一些buck又未fix 那不如試試逐樣逐樣來看會不會好一點 好 今次就add到了 看看viewfriends 都OK的 樣子之後再撿 visitfriends呢 就error 玩完一輪之後 現在的結果是這樣的 之後我就試下叫它幫我撿一下畫面啦 那它就給了一些建議我的 包括加些global的css控制 還有一些方式呀 加一些overlay的css 加一些scene的transition 還有加一些hover effect的制度 等等 那我首先第一件事會做的呢 就是改一些圖先 因為我不是真的要launch出街啦 所以我這次呢 就會用canva弄完圖 那就讓大家看一下出來是什麼feel 那之後呢 那之後呢 我發現要用它來撿的畫面呢 就真的有點難度 所以最後這部分呢 我就放棄個挑戰啦 我自己下手再撿的東西先 稍後回來 a few moments later 嗚呼 首先由不好的地方開始講起 首先它一開始的時候 是會將所有鮮放進同一個class 直到我自己頂不住 叫它幫我把鮮分開 它才幫我拆開 如果不是 不要說要鮮分開 就連我叫它fix bug 它要我replace 某一段code 我都想打人 第二 中間會經常發現API不活動 之後原來它忘記了之前寫的API path 之後fix的時候 它會再加一條一樣 但Path不同的API 所以最後出來是亂到吐 除了難鮮之外 這些多了但不用的API 很多時候會成為安全漏洞 但我就不在這裡解釋那麼多 第三就是我發現它不太能處理到太大型的東西 當那些code越多的時候 它就會有時忽略之前做的東西 所以那些bug就會過幾個步驟又走出來 其實人都會發生這個情況 不過多數developer都知道fix bug的過程 改動越多 越容易出其他bug 所以人類developer通常fix bug 都不會落手那麼狠 第四 我玩完的時候我就發現 要令它好好地呈現你心裡的畫面 你首先要有一個很好的表達能力 能夠精準仔細地說出你的requirements 還要對某些terms有些認識 例如是overlay 這樣才可以好好地用個prompt跟它溝通 甚至是有些情況 它會給你一段code 但是其實這段code 不同的part 是要配置到不同的地方 如果完全不懂code的人 我想就未必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速度上它真的不能輸了 一天多一點就做到這樣的效果 就真的不是所有developer都可以做到 我覺得可以好好地利用它的速度 寫了些基本的code 之後再人手慢慢地編 老實說我看過很多developer的code 會去到我寧願刷掉它 然後自己再重新寫過的 多數都是人寫出來的 至於AI寫的 頂多都是某一部分你會想改掉它 另外我覺得用這個方法 去學習新的language或者framework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始終code 都是很需要實戰的 它就好像一個 可以在你第一次出戰的時候 幫著你的一個教練 等你第一次出戰的時候順利很多 就好像我這樣 其實我已經不知道 現在流行的game engine 是怎樣的 所以才打算看一下Phaser來試試 我看了Phaser的Hello World 和幾個tutorial之後 有了基本的概念 但是如果要我從頭開始寫 由於我未對Phaser有足夠的了解 我想會有少少難入手的感覺 但是用這個方法去上手 就容易很多了 試完之後我覺得 首先 AI是真的未可以取代Developer 住的 如果是一些小型的Application 它絕對可以做得到 但是去到大型少少的 除了功能上面之外 還有很多地方是需要Developer 考慮到的 例如是Performance 會不會Launch之後 多幾個人用就死 又或者是安全問題 大部分的PanTest 其實都只可以試到最基本的漏洞 如果要針對Application來試 又會是另一番功夫 甚至要多開另一個場去試 所以有很多位 Security Test 會是用問卷的形式 叫Developer自己去檢查 有沒有做得對 所以如果所謂的Developer 連Code都不會寫的話 Application的Security 都真是幾大鑊 所以我覺得 如果是要做些小工具自己用的話 是沒問題的 但是如果要Launch出街的話 就真的不好了 那當然 技術是會進步的 可能那一陣子 連這些問題都沒有了 又或者到時候 會有些好的方法 去自動地試 Performance和Security 到時候 人類就可能真的不用再寫曲了 但是 出現了計數機 人類不需要再自己計數 又等不等於 人類不需要再學數學呢 AI可以淘汰最入門的Developer 但是做一個Application 最重要的不是技術 而是將needs 和技術 Freach up的人類 我現在就經常見到 人們 會掛著用技術去解決問題 但其實 連問題都搞錯了 如果AI可以提升技術水平 那也好 起碼大家可以把集中力 放回問題的基本 即是needs上面 好啦 今天就是這麼多 記得Like、Comment、Subscribe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frase、中文字幕? 都說提供 哎唷 目前給這個